今天我們拍了一些另類的試車 我記得曾經有個網友說 其實香港是不用駕駛 SUV 因為實際上我們不會越野 香港的路面其實都相當不錯 我堅持堅持 我經常都說駕駛 SUV 駕駛四驅是安全一點 為甚麼呢 大步一點 有點小型 SUV 但都比普通車大步一點 安全一點 高新一點 高新一點就未必一定安全 其實貨車都高新 Hi Acer Alphard 巴士都高新的 由去年開始 我發覺我自己這部SUV很好駕駛 為甚麼呢 因為我大肚子 實際上坐SUV舒服一點 因為沒有坐得那麼低 你以為肚子頂住 但坐在一部很Sporty的車 腰骨都頗不舒服 今天我們選擇這部 還是另一部 不用問了 你不用駕駛我那部 其實Audi 都非常之不錯 但有少少的 就算不是走得很快的時候 轉彎車都會這樣擺放 感覺就沒有那麼安全 沒有那麼穩陣 那你說剛才有一部安全一點 一部快一點 那這部是安全還是快呢 如果擺放 你覺得是安全還是不安全呢 這部比我們的Makan的快嗎 不是啊 快不過 那你以為一部安全一點 一部快一點 它是同一部車 那你又不用繞這麼大的圈 說我們Audi 沒有那麼安全 也沒有Makan那麼快 其實Audi很安全 也很快 對 也很好駕駛的 是RSQ3來的 但是如果要比較的話呢 那它的車比較輕 那這部Makan是比較厲害的 那這部安全一點 又快一點的車 當然是我駕駛的啦 如果一般我們試車的那些 我們選擇日子就沒有下雨 是安全很多的 香港通常人駕駛都比較激 所以下雨會更加危險 很多時是無無雨的時候 人們才會比較大熱 因為你不覺得很大雨 其實路面已經很滑 我不知道大家有否認識 但是香港雨櫃般上午是整個夏天 我記得那時拍劇的時候 如果上午開始下雨 分分鐘是由上午下到入床 晚上六、七點 那你說呢 如果經常駕駛的話 地面那麼滑、那麼不安全的時候 是不是SUV安全一點 它上星期下九死的時候 雨是大到好像霧一樣 是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車 駕駛SUV不會令你看得遠一點 但是最起碼它咬地 或者它煞車的時候 車都安全一點 要安排走 還有下雨的路面有時候會反光 特別晚上 所以更加是看得不清楚 而且看不到線的位置在哪裏有線 因為它反光 最恐怖是試過對面線的車 一淺過水 整片水撕在擋風玻璃上 好恐怖 我們走錯路 這個隧道是去山頭角的 大家知不知道山頭角在哪裏 有個地方叫Gopro Gopro Gopro 我只想到Gopro 剛才我說RX-Q3沒有這部駕駛 有10個人喜歡車的人都會選擇MECAN 但MECAN是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看位要慢慢適應 RX-Q3看位 因為它沒有整部駕駛都小一點 拍車各方面是比較容易的 可能我們平時少說的 性能厲害的車 它快之餘 其實煞仔的東西都很重要的 為何四驅車會安全一點 因為同時間四輪都在一起移動 爪地便會安全一點 或者這樣想 我不知道這個比例是否正確 如果你站在這裏走 很穩固的 如果地震或是在流冰場上 手腳落地 爬爬爬會再穩固一點 但是本身這部車已經在爬爬 它已經是四肢在地上 不要緊 可能有人會解釋給我聽 建議是下雨時車和車的距離是3秒 即是你如果要倒閉的話 有3秒的時間 當然我覺得未必每個人都可以遵守這個交通規則 我覺得大部份人都不會 基本上大部份人都不會 但是下雨時大家就真的必須要隔遠一點 因為有時駕駛不是不靈敏 而是條路很滑 剛才說到我們這部RSQ3 可能駕駛 駛駛很好 其實只差一點點 現在說的是這部車的快速車跌倒閉 煞制可能會比那部車好一點 其實最明顯是這部車其實是不放的 它是保時捷的入門小型SUV 你轉彎正常或稍為快一點點 其實這部車也不會這麼放的 你駕駛的時候就不覺得它是SUV 以前我駕駛我的保馬2 我都覺得這部RSQ3 因為它高新了 明顯地是 是會放一點的 特別有時下斜坡 轉著山路的彎的時候 但是它是四驅 所以可能它亦會是絕地點的 安全的 這部Audi沒有問題的 大部份Audi都是四驅 所以下雨時都很穩陣 很安全 其實這部Mekan 你上網看 基本上是它它的小型SUV 在冠軍 冠軍 冠軍 Bostelvio 他們說比Mekan更加好玩 更快 我們哪有找Bostelvio 你沒試過 為甚麼你會安排轉轉轉轉轉轉 不知哪兒那麼厲害 你會亂猜亂 我現在是方向看八道排 我經常都說很掛著駕車 很掛著駕以前的雷浪 Megan RS 好暈 前驅 路面情況很惡劣 其實會比起後驅安全 沒辦法 打算結婚 打算有小朋友 打算有家庭 所以就把自己的興趣回一旁 然後又把自己的興趣帶回來 又要買一部兩座 滾球 棍波 開一部車 即是你自相矛盾 其實我買了一部RSQ3之後 我沒有預計你會買一部Megan 一向都說我那部車要換一部Megan 我買SUV 你又買SUV 沒有性格 如果要這樣說 大學的時候已經開SUV 是你跟我 你沒有性格 沒錯 現在很大雨 真的很大雨 這條路其實它大雨 而且它是很多貨車 而且它有很多線的位置 它會改了線路的位置 所以要小心駕駛 現在真的看不到前面的貨車 我想大家都看過Vlog 也有聽過這件事 大家真的不可以不打燈切線 就像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在萬線切到中線 你不打燈切線 你不打燈切線 這部車很容易解僱 其實你打燈 大家讓一讓 已經可以減低了很多意外的發生 起碼別人的前面後面 知道你想做甚麼 突然抽個頭出來 真的很恐怖 其實今天大家都很規矩 下大雨的時候 正在走70km 不知道我們後面的機器是 認到甚麼呢 我想它應該很骯髒 像花臉貓一樣 其實今天除了拍攝少少危險的Vlog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 就是換一把剪刀 這是陳生今天最大的目標 就是要換到這把剪刀 知道為甚麼嗎 因為要換把剪刀 給Damon剪頭髮 其實你想再好玩一點 如果你有機會 而我有批准你買一部開篷的車 你開著篷落雨開車 這麼愚蠢 好好看 今天濕透了 我覺得點擊一定很高 起椅子就不需要 這樣才好玩的 這樣才好玩 TOPGEAR也是做些這麼爆的事 你也可以試試 但他們是借別人的車 這麼爆 那萬事都要自己 萬事起頭難 所以你要先犧牲自己的車 然後不同的車行員會說 不如你借我們這部車試試吧 貼筋 貼筋不是粗口嗎 我不知道 但比較粗俗 但比較粗俗 貼筋呢 都比較粗俗 如果粗俗一點 或是不應該說 或是比較粗皮一點 就是你不想Damon說的 就全部都不要說 這部車到此為止了 看到嗎 我要幫阿仔剪頭髮 Damon的頭髮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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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on的髮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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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